是因為這一屆金曲獎全面開放數位報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奇蹟去講述說 音樂的流變 從錄音帶黑膠錄音帶一路到現在CD 到我們現在甚至都不需要載具 是用數位通話去聆聽它 去衍生說 其實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是傳唱 音樂是它的核心的概念 在視覺的呈現上 因為我們想要跳脫以往的手法 所以想到用人作為核心去表現 當載具不斷的改變 就好像我們在穿衣服 我們不斷的去改變我們的穿搭 但其實我們最核心的東西是 我們想要如何去表現自己 透過兩個東西的結合 去穿搭音樂這個本質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最好玩的部分 就是團隊合作 我們真是很榮幸可以跟攝影師 加上姿勢還有造型師 林修偉合作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的活化 那我把這個概念拋出來之後 林修會給我光的建議 給我構圖 還有他對於整體 攝影質感的想像 造型師林修偉 給我們很多的想像的可能性 也交了我們很多東西搭配的觀念 包含說 我們希望選擇服裝 不是只是選擇品牌 而是透過材質剪裁 還有他的傳達出來的意象 去做搭配 那才是一個有趣的造型的方法 我們就用彼此交換一件 把自己專業的部分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次的結果是一個 互相提供專業的結果 那也是我覺得 團隊合作最有趣的部分 設計是一個很有效的工具 要把它把你的信念 跟核心思想傳達出來 也可以透過各種 創意的有趣的設計手法 把不同的信念 用各種方式傳達出去 讓大家理解到 不同的想像的可能性有什麼 因為我的工作特質是在工作室開會 還有幾個比較室內的空間中的轉換 那我自己在選擇衣服上會比較強調它的機能性 以及它的正式的程度 太正式的衣服是有少數常常可以穿到 但太過於休息又不能夠去正式場了 所以我會在選擇衣服上會選擇介於中間 方便攜帶 方便穿過 雅緻的款式 那我比較偏好黑色灰色藍色 各種低飽和度的搭配 我喜歡在小衣方上做一些亮色連綴 比方說襪子 或是首飾 或是背包 整體的服裝上喜歡用比較大面積顏色去表現 休假的話喜歡去看展覽 去看表演 看電影 去看音樂記 跟朋友聚會 最理想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拿著啤酒在外面演餐 帶自己做食物去分享 或參加一些事情 它與這種比較有創意性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理想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一起計劃說要去哪個國家玩 去找有沒有什麼新的音樂記在哪裡發生 或是哪一個巡迴演藏會議要開始 就是對外老師最理想的假日時光 嗨!Premie的粉絲大家好 我是設計師顏波俊 那很榮幸這次可以被Premie採訪 希望我之後的作品 還可以讓大家有感很多驚喜的感覺 謝謝大家